打败 打败 內政委員會現場 藍綠炒成一團 全是為了不當黨產條例 撒毀民進黨 趁著國民黨離席抗議 火速過出審 這次國民黨來應的 不讓趙偉 陳其邁說話 藍綠全穿上藍色戰袍 自備小蜜蜂 要求程序發言 不但陳其邁已經搶先一步 宣布散會 雖然國民黨認為不當黨產條例 就是針對他們的政治清算 不過國民黨團並沒有照著議事規則 準備書面文件 最後內政委員會只開十分鐘就散會 不當黨產條例草案順利出委員會 就等二三讀前 國民黨會不會再有後續動作